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是世界时势都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说说很大 这个欧盟国家的总理就是希腊总理 他跟很多欧盟国家领导人一样 有空也去乌克兰 跟扎里斯基针一针 想不到这次就很大事 这次他进行秘密访问期间 原来在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 在距离两位领导人几百米的地方 俄军就放了菠萝 投窄了菠萝 一声 之后吓得他鬼感 有人说为何他不去 在防空洞 他赶不及了 他是冲去他车队就算了 他在车队那里 就是冲过去就算了 我相信那些车应该是比较硬朗的 原来这位希腊总理 米左塔基斯就访问奥德萨 结果说说一下 砰 嚇叹他 也挺可怕的 你说他会否计算过数呢 不认为他计算过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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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知道是火箭还是菠萝 反正都是会爆发的那些东西 近一点 真是一命乌腹 还是俄军计算过呢 那就不知道了 原来这位阿哥也说 我出现了这么大件事 也代表全体自由世界对大家的一个说明了多危险 他也说会尊重乌克兰人民 也体现了希腊会和你们站在一起 那也挺能站在一起的 站在一起也不行 百米这么近差点就能轟到你了 原来扎尔斯基就带他去视察一座 上星期被俄军无人机攻势毁了的居民楼 原来在那次攻势当中有十二名人士来 包括五名小孩 米佐塔基斯也说 就在我和扎尼斯基视察的时候 结果这个是防空警报响起来 之后他回去车队的时候 在离开他几百米的地方 就有个菠萝爆了 应该不是瞄准他的 照样说 是的 或是美一点 何方的 就是普通的攻势 虽然发生了这个大事件 扎尼斯基和米佐塔基斯之间的会面仍然是进行的 米佐塔基斯也是为了这次的会面 也算是拼命了 在会后他们联合记者会他也描损了当时的可怕现象 就说在奥德萨的事件也有发生的 也说 这个就是最生动的方式提醒我 一场真真正的战争真的在身边发生的 不过你不去就没事了 他也说 这里所有欧盟的领导人都应该访问乌克兰 因为今天我看到的事情 就是乌克兰人感受到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欧盟领导人要访问的原因 因为从媒体和扎尼斯基的描绘是一回事 他亲身经历战争也是另一回事 你这么说也不信扎尼斯基的描绘 扎尼斯基就说 正如总理先生看到 俄军是不关心那些人在哪里乱门的 还有 动手的这些士兵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究竟知道有国际贵宾在这里吗 可能不知道 有很多可能不知道 有很多可能不知道 不是的 应该是不知道 因为他有秘密访问 如果戴障奇谷可能他就会没那么近 他就说他们是不是失去了理智 要么就没办法控制他们军队在做什么 那也不一定的 是不知道你是在那里 应该是行上地一直都在攻击 没错 扎尼斯基也说 今天我们知道又有新的遇害人士 还未掌握细节 究竟多少人是没有了呢 没人知道 究竟多少人伤都没人知道 那之后乌克兰军方就公布税据 原来今次是火箭来的 火箭攻势当中有五人离势 几人受伤 另外Politico也有个希腊官员的访问 说这次的事件原来是由弹道导弹造成的 发生地点只是距离 是这位欧盟领导人的车队几百米 那时他正在走到车队那里 咦 这样 另外米佐塔基斯的高级助理 也是希腊国务部长塔塔帕夫鲁 也向他们国内媒体证实 幸好虽然这么近几百米 看上去很可怕 但是希腊代表没有人受伤 自从2022年2月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港口城市奥德萨一直都受到俄军的攻势 另外冯德萨欣很生气 这些他当然是出来说的 冯德萨欣就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萨欣 就说你这样对我的领导人不对 蛤?俄罗斯? 之后他们也有发声明 俄罗斯一枚弹道导弹 是吞中了奥德萨港口一座 乌克兰海上无人机的基地 那是否他们访问那里呢? 那不是 他就说访问居民留了 那当然了 这些东西也都说了大家 但是应该就是这位塔佐米基斯 他就应该是守镜的 一旦那么近 希腊虽然经常跟土耳其对着干 不过你知道他尚算和平 尚算是国内和平 哪有这样的大事件 没试过这么近 是的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应该有很多人保护的 正常来说 正常就是估不到 搞成这样 最后会怎么收货 应该就没得收货 那就提供 因为欧盟的援污措施已经过了 已经是准备活款了 现在就看美国 其实他是否向拜登喊话 你跟拜登说也没有用 他想 但是过不了国会也没有用 那倒是 你说对 过不了国会 现在 我们说回 现在唯一一个 比较有希望 击败阿鲁的共和党人 就是克里 他也宣布退选 这样的趋势之下 相信阿鲁就比较均塌 他也说明了 是会削減援污 那克里退选 最搞笑的是 之前有人说 不如他做副手 结果克里 是没有表态支持特朗普 没有表态的 那这件事 会不会让特朗普去找他 谈一谈 也有机会的 那超级星期二 当然大家很关心 也很担心 因为美国大选 就是直接关系着 援污的进度和程度 这个超级星期二 也是看到局势越来越明朗 就是最后跟几年前一样 就是两脑对决 没有出现对乌克兰有利的场面 尤其是共和党那边 就是两脑对决 就是现任总统对前总统 就是租对侵 分别在各自的州份赢了 就是今年他们再对决 美国前上驻联合国代表克里 也是他家乡南卡罗罗纳州 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他就宣布退出共和党初选 也为自己尋求入主白宫这条路 画上了句号 虽然获得是捐赠者的支持 但克里未能在共和党选民当中 赢得足够的支持 在超级星期二当中 其实压侵几乎是横数的 克里只是在佛蒙特州胜出 当然克里就说不后悔 所以看回西方国家和盟友 反中之势或抗中之势已完成 其实在共和党看来就是反援污之势 随着克里的退出可能都完成了 除非是阿钦突然说 我觉得援污很重要 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件事要担心的 就是北约 你不要说援污 连北约他也不帮你 也不出奇 他就说给钱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事情 最重要是给钱 所以现在至少共和党之内 反援污之势应该是明确的 所以之后预算案 究竟能否通过呢 我觉得他给你一些 但是看你有什么交换 他不会完全给的 可能是比较少很多 或者是一项一项 一项一项一项 都拖了很久了 太久了 拖了很久了 好了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说一说这位 也挺亮丽的 这个台媒形容她是美艳 越南女首富 是美艳 年轻人的样子应该是挺好的 现在也挺好的 有上一年多也挺好的 不过你得理什么样子 如果你是犯错犯法 都是被人拘捕的 原来这位67岁的越南女首富 张美兰 涉嫌十年间通过幽灵公司方式 向西贡商行诈骗贷款高达 挺厉害的 就是一千万亿的越南团 多少钱呢?百多亿美金 所以当地有媒体说 她可能成为亚洲第一诈骗犯 这罪名挺厉害的 而且她的金额 居然可以大概等于越南GDP的6% 可能她会被人压低 可能被极盈 有机会 张美兰 原来在2012年到2022年期间 与西贡商业银行的高层合谋 以设立幽灵公司的方式 就是获取2500笔诈骗性的贷款 从银行握走了 是一千万亿的越南团 真是厉害的 真是厉害 如果她的罪名成立 便会没有 便会扔下她 根据西贡商业银行 在这段时间发款贷款 那93%就是给她的 你记住 也是越南截止到2023年 前三季第四季的数据还没出现 就是前三季GDP的百分之龙 截止到2023年秋季 大概70%的贷款金额都是追不回的 另外张美兰也是涉嫌向监督西贡商业银行的每一名官员行会 只是一名官员最少收了200多万美金 这些全部都被抓了 对 对 对 所以上一年越南的反贪风暴也很厉害 相关机构也透露 这次是越南有史以来个人收售 是金额最高的贵款 张美兰和她老公也是2年10月某个晚上 临躬之前被警方抓了 之后引起西贡商业银行全户的大恐慌 一旦担心钱给她借了 以及银行会有什么事 对 逃空了 对 那就是擠题 到时又要国家买单 对 当时擠题很厉害 完全是要人民买单 没错 你知道这些恐慌性消息对于银行来说就是擠题 直至越南央行出面控制西贡商行 并且向客户保证存款是没有事才解决危机 最后越南中央出手 张美兰和85名共犯 亦在日前在胡志明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预计诉讼将会持续到4月29日 越南调查警察局 他们也说张美兰个人被指控 一百年到二年期间 是贪污三百万亿越南网 根据越南法律 严重贪污案 你记住她是行贵的 其实也是贪污案的其中一个 可能是会极刑的 如果归还四分之三的金额 就可以选择到无期徒刑 原来她老公也在去年2023年被爆 已经开始抛售10亿美金的香港房产 疑似是帮张美兰筹期还款 另外受审的85名共犯 亦包括收受贵路45名前西贡商行的高层 以及15名越南央行的官员 以及3名政府检查员 以及1名国家审计署的前官员 当然这宗案应该有时间去審 最后极刑也不出奇 因为数额太大 数额太大 因为120多亿美金 这个数据在越南也很厉害 这位阿姐 之前也说她六十多岁 年轻时也挺漂亮 所以叫美艳女首富 但也是那一句 你什么样子也不关人事 原来最新的资料也显示 原来她拿走了 不是百多亿美金 拿走了大概440亿美金的贷款 也占刚才那间西贡商业银行 九成贷款总额 一听到这些大家的擠题 也是大事 当然越南做的事也是正确的 始终要反腐昌廉 好了 这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说科技巨头 其实科技巨头 今年的业绩又不是很差 但他们经常说 业务重组 经常说业务重组 就是炒人 不用说 业务重组 大家闻到一股糯米 原来 IBM 科技巨头 他们说 我们要重组公司业务 和缓解财务压力 所以新一轮将会进行人员增描 而他们公司就说 这个叫资源行动 我不是在裁员 那你是不是要炒人 换个名字 真好笑 他的资源重新再分配 不过你炒了人 是不是要炒人 原来 IBM部分部门的裁员目标 高达80% 有些部门有八成人炒了 那么多 对 欧洲吃无情鸡 但无情鸡是什么意思? 大马长官 炒有 是被人炒 是属于自愿离职 亦有一个相应的赔偿 原来 没错 的确是叫自愿离职计 原来IBM要求员工 在新一轮裁员当中 自愿离职计划的人 原来多数来自哪里呢? 就是大部分裁员 是发生在人力资源部门HR 而IBM在欧洲大幅减人力 原来三分之一的裁员是斯洛佛哈 另外一个比较劲一点就是匈牙利 受冲击的包括企业营运支援部 和财务营运部等等 受影响的工作就有采购、行销、传播 亦有人力资源等等 他们就叫做 这个计划就叫做 Resource Action 即是资源计划 是IBM 喜欢用来形容裁员的字眼 因为他们就认为 这些不应该会对员工造成太大影响 你说裁员那些有影响的废话 挺好笑 原来对于IBM的财员计划 他们的财务总监 James Kavanagh 他也一月份暗示过 他当时就说 我们IBM的目标 你听到什么捷约成本 大概你都明白了 那是什么呢? 就说在今年年底之前 我们的未来目标很简单 就是连计运成本 将会减30亿美金 你减30亿美金 大家都知道 这些几亿减30亿美金 当然是炒人才炒才行 是的 离不开 另外还有一间公司 也要带财员 那是什么呢? 就是圣巴巴 他财员的地区 就是哪里? 就是抵制他们的地区 就是中东和北非 中东和北非 原来圣巴巴在中东和北非 地区的特许经营商也宣布 由于他们的品牌 是持续被尾巴冲突的抵制行动影响 公司已经开始解雇区内二千名员工 他在中东的总部是科威特的 原来就是一间私人家族公司 持有多家的西方公司 当然是大企业 你想想旗下有什么呢? 还有H&M 还有其他的Shakshak这些品牌 还有The Cheesecake Factory 他们说没有办法 只可以裁员 所以这些抵制行动 究竟对以色列影响大不大? 其实我觉得不大 反而对当地的员工的影响大 因为他也要聘用当地人 就像马来西亚这样 其实也不错 你商不了他没有公司 这个星巴巴在这里的特许经营大老板 也有出来说 同样的事情 就是你抵制他 这个抵制行动应该停止 因为主要是伤害到本国的员工 对以色列的损害 基本上没有 应该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 对 而且听闻做这些是餐饮业的 也有很多是马来同胞 对吗? 对 但是这个 另外一个被你抵制得很厉害的 就是老麦 对 那些人有一个说法 就是老麦 你可以用这个app 叫餐 叫他家 你不用在堂里吃 那就不会有些 异样的眼光 或者 你为什么不撑巴 你是毛蕊 你是穆斯林 为什么不撑巴 没有这些指责 就少些 但是你星巴巴 人家这里的喜好 是喜欢在咖啡店坐 他们的咖啡店坐一会儿 如果你有这么多 穆斯林 又说是撑巴 那不太好看 所以他们会比较厉害 比较金 当然也有人叫餐 但是他叫餐的可能不多 好笑 大家都喜欢坐在那里 喝杯茶 吹吹水 没错 没错 原来星巴巴 星巴巴的中东地区的fanchise 他们说过去六个月 也是相当挑战的 营业额是令人心碎的 只可以减少在中东和北非分店同事的人数 好像阿尔及利亚也是减少的 另外其他海湾国家也是 不过他们双倒的 原来就不是本地人 因为你知道 好像科威特 其实他很多是外奴 原来他就在巴林 有钱国家 埃及埃及可能多些 邀请当地人 虐弹这些当地人 但是那些有钱国家 好像卡塔尔 安曼 阿曼 沙地 阿里尔 或科威特 应该邀请外奴 比较多些 当然那些本地人就没什么相 其实说真的 怎样来说都相不得意识 相不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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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工的人 如果用文南话说 是金虎人 做工者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